大家好 我是張欣 今天的節目會比較嚴肅一點點 我們常常說人的一生有生老病死 我們非常重視這四個階段 可是其中只有最後死亡這個階段 我們雖然非常重視 但是因為有很多避諱或者是擔心 所以很少人會去討論它 今天我就邀請到我的好朋友 我想我就不多做介紹 教跟你做個簡單的自我介紹好不好 大家好 我是邱仁德 如果不陌生的話 大家應該還記得我是之前信義里的里長 在兩年前也挑戰過 中立區的市議員的選舉 之前也來頻道上面做的一個菜 今天也很高興有這個機會 來跟大家再碰面 再聊商葬的事宜 因為我個人在殯葬業 我是民國90年進入殯葬業 很早了 對 一直到現在來講 我前後都沒有離開這個行業 包括在里長任內 公司還是在持續的一個運作當中 所以現在也都是在選舉完了之後 現在回歸本業 現在一直在做商葬禮儀 這一個部分的服務 了解 所以今天我就特別邀請邱大哥 到我們的節目裡面來跟大家聊一聊 商葬或者是臨終前臨終後 有哪些應該注意的事項 我們知道有親人如果剛好遇到了這個事情 或者是遇到了死亡這件事 我們心中除了悲傷之外 其實還會有一陣子的慌亂 到底該如何處理應該要做些什麼事情 其實我相信一般人都不知道 所以今天請邱大哥來幫我們分享一下 他自己的經驗還有遇到的一些例子 我相信你現在可能沒有遇到 但有一天不小心碰到的時候 至少心裡有個底 大哥那我先請問你好不好 如果有親人在臨終 我們大概知道他身體已經不好了 可能在不久的將來會遇到這樣子的狀況 我們在一般人的臨終之前 家人或者是親屬 有沒有什麼事情可以預先做一些準備 好 談到這個話題以後比較嚴肅一點 但是我們說實在話 就是在遇到家中有長輩 或者甚至是自己的配偶 等等這一些 遇到到醫院已經宣告 生命的時間沒有太久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去想的就是說 最後這一段時間 我們怎麼去陪伴他 那當然我們在殯葬業者能夠做的服務 就是在事情真的發生的時候 我們給予接續後面的一個諮商服務 那在這個諮商之前 在這個家屬最煎熬的時候 基本上我個人在過去的經驗上面 有整合出來幾個重點 就是第一件事情就是 你一定要確認宗教信仰 很訝異吧 對 很多 現在有很多病患本身 可能他自己信了基督教 但是家人都是拿相拜佛 那要用誰的宗教信仰 來辦這樣的儀式 有的時候不同的小孩可能也有不同的宗教信仰 可能女兒比較強勢 女兒又信基督教 她會希望就是用基督教的儀式 那兒子可能會希望用佛教的儀式 那一個殯葬的流程最圓滿就是家屬能夠最和諧的來討論出一個方向 對整個諮商來說才是一個能夠比較順暢圓滿 而且就要等到真的遇到那個事情的時候 家屬在那裡悲傷之餘還要爭吵 那就很有意義 所以第一點 真的宗教信仰的儀式 這個部分是要非常確立的 真的耶 你看這就是經驗 我們從沒想過這個是需要考慮的 因為我們常常遇到一些衝突 了解 那第二個 就是我們宗教信仰確定之後 我們就要去想說如果事情真的發生的時候 那大體要接到殯儀館還是要在家裡 殯存 那因為我們在南桃園地區有蠻多的客家人 那大家房子透天 那可能過去還是希望這個靈堂設在家裡 殯存在家裡 那這些都是你要去做好決定的 那這樣決定了之後 我們可能就要去想說靈堂大體安頓好了 那靈堂要設在家或者是設在殯儀館 這兩個選擇有沒有什麼金錢上或經濟上面 或者是方便性上面的考量 基本上我們在智商當初的時候 我們就先不考量費用這一個部分 我們以整個一個現在的社會情節來說 就是說大家都上班 你如果靈堂設在家裡 會不會不方便 因為靈堂設在家就一定是24小時要有人在家 那要有人捧飯等等這些的事宜 那也有人就是說 那告別式的時候 我移到殯儀館去 那之前我先放在家裡 這也是可以的一個方式 都有很多樣的一個選擇 那就是可能你要想好 老人家會希望怎麼走 會怎麼樣的一個方式 那家人在共同討論之後來確定這樣的一個方式 哪一樣是最適合我們家人來辦理後事的 那在這裡最重要的一件事是要提醒大家 辦傷仗的意義 其實我常常跟我的家屬說 傷仗最大的意義是老人家他走了 他為我們子女做的最後一件事 就是讓我們子女很團結很和諧的 因為這個事情我們家人用心的一起把它圓滿做好 所以一定要有一個溝通管道出來 就是能夠單一窗口是最好 大家有共識之後跟禮儀人員來做接洽 這樣的一個方式會讓整個的智商能夠順暢 哪怕任何一場很完美的葬儀 其實不是禮儀人員 不是我們葬儀社有多大的功勞 而是我們家人展現的多麼團結的一個默契 這樣子 所以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不然意見不合 你們也很難做事吧 對啊 所以可能靈堂要設在哪裡等等這些 大家如果都爭吵不斷的時候 那你可能會遇到很多的麻煩 讓整個一個智商事宜不是那麼的順暢 而且這個事情又會有時間性的問題 你也沒辦法等大家討論完或者找到共識 所以如果真的是有遇到這方面的 或者是說老人家年紀高瘦 可能身體狀況比較不是這麼的如意的時候 你可能要去想的就是 這個宗教信仰的儀式 我們大體要安置在哪裡 然後靈堂要設立在哪裡 這個事情是事先要去做一個準備的 在事情發生的當下 你一定這些事情要做好確認 確認完了之後 在事情發生 那當然就要開始做後續的動作 那我們也不諱言地講 現在大概是送到醫院去 最後死亡的時候在醫院會比較多 甚至病患就在醫院這樣子 那在醫生宣布 老人家的生命跡象已經非常差 甚至已經沒有生命跡象了 這時候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通知你的親人 能夠到醫院來陪伴最後的一個陪伴 那記得一定要帶好老人家的身份證跟健保卡 健保卡比較不擔心 因為住院就一定要繳到櫃台 那身份證是一定要帶著的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要開立死亡證明 我們在醫生宣布老人家沒有生命跡象之後 我們就要辦理出院的手續 結費用 辦理死亡證明 這是最重要的 因為人在死亡之後 到任何一個機關去辦任何的行政程序的時候 都需要死亡證明 那死亡證明上面的資料 是絕對不能有錯誤的 所以一定要跟身份證上面的 完全吻合 姓名 出生年月日 身份證字號 戶籍地址 都要非常非常的注意這些細節 身份證一定要帶著 身份證一定要帶著 是的 對 如果在醫院死亡 只有醫師直接開立死亡證明書 是的 那如果有的老人家是在家裡自然死亡的話 是 好 我們來以死亡證明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就是假設在住院當中過世 醫院會開立 是 他有一點喔 我們有時候在家裡 發現老人家可能沒有呼吸的 我們送到醫院去 急診送過去叫119送到醫院去 但是到院前死亡 醫院也是不開立的 因為他也沒辦法判定 是的 那至少都要在醫院停留8小時以上 他才會可能開立死亡證明 所以在之前就 對到院前死亡他是不開立的 那還有在家中死亡 他們也不可能出來開立死亡證明 是 所以我們就會 建議家屬就是 如果事情真的發生 還是要做第一件事情 報警 報警 對 請派出所的員警來現場看 那現場看的時候 如果他發現說 老人家並沒有外傷 那有些年紀比較大是屬於這個 生病過世或者自然死亡 非意外 也沒有他殺的嫌疑 那如果他提出來說可以 用行政相驗 那我們 我們殯葬業者都有配合的醫師 會幫你來請他 是的 到家裡開 或者是約好時間 把大體接到殯儀館的時候 然後在殯儀館那裡來做 這個香驗的動作 開立死亡證明 這樣子來完成 那 如果今天真的是 比較年輕的 或者是有意外事故跌倒 等等這些 有外傷的 那就要做 警察有點懷疑 對 那就要做司法香驗 對 那就要做派出所 做筆錄 然後送到刑事局 然後再送到偵察隊 然後再來 請法官 檢察官 法醫下來做 這個香驗 是的 對 了解 那開立死亡證明 我們知道它的用處很多 接下來包含儲集 包含要結簽一些銀行的帳戶 或者是到護身事務所儲戶 其實都需要開立這個死亡證明書 一般來說就是開立15份 在經驗裡面來說應該是夠用的 對 目前來講 一般來講都建議家屬 就是申請10到15份 是應該都夠用了 因為 現在大家也都 這個辦了儲劑之後 基本上會有一個儲戶的戶期成本 反而有很多單位都需要用到 那個出戶的戶期成本 是這樣子 所以死亡證明我們過去的經驗 是10到15份 是絕對足夠 因為接下來包含房子的轉移 民家的財產結清 其實都要用到這個死亡證明 是的 所以到那個家人或親屬遇到這個 遇到這個事情的時候 第一個醫院如果在醫院 醫院會幫你開 是的 如果在家的話第一件事還是先報警 是的 報警完了之後看到底要走哪一種香驗程序 是的 當然同時要通知我們殯葬業者 對 對 如果有熟的或者是知道的 或者是可以信任的殯葬業者 那其實心裡有個底 到時候不會收腳 黃亂林市長 我覺得這是最好的事情 或者可以把我的電話 0932-202451收記起來 對 不過你的範圍到底在哪裡 基本上 我的公司當初在登記的時候 其實我是在台北 然後我現在的服務範圍 其實從基隆台北 然後到中立桃園新竹也都 都一樣 對 我甚至還跑到了南投的集集去出告別室 了解 我一個李明 我之前他就告訴我說 李長你一定要下來南投幫我老人家來做服務 因為信任的關係 那他會覺得看到我他比較安心 那我們這個行業本來就是賣的賣點就是安心 對 所以就OK 只要家屬有需求 我們其實哪裡我們都去 對 了解 那開立死亡證明之後呢 是 好 我們剛才講的流程就是從醫院 或者是在家裡死亡之後 我們 能夠確認死亡證明之後 基本上大體我們接運到殯儀館 對 那現在我們很多的業者都會做一件事情 就是大體接到殯儀館的時候 離開太平間 離開往生寺之後 到殯儀館的路上會先繞回家門口 停留一下 告訴老人家說 因為身體的狀況 我們不方便進到家裡去 但是我們還是回來家裡 從家裡再出發到殯儀館去 我想我們每個人有時候出國旅行去玩 那你還是會回到自己的家 對 尤其生病的老人家他到醫院去 他會也是很想回家 但是因為現在很多大樓 你可能也不方便 進去 對 病患最後的時候回去 反而更辛苦 所以讓他有尊嚴的離開之後 我們會用這樣的一個模式 安心的回到家裡一趟 然後再到殯儀館去 可能從太平間 或者從自然死亡的家裡面 是的 在家裡 當然就在家裡了 就沒有問題 在醫院的話 如果要到殯儀館的話 還會先繞回家裡 然後再去 是的 對 我覺得這樣子可能 也讓我們家人也比較安心 覺得老人家有一個交代 他一直想要回家 因為尤其生病到最後 都會一直說 我想要回家 想要回家 那你又知道 回到家裡去 其實對他的醫療條件是不好的 反而會讓他更辛苦 對 那在最後離開的時候 有脫屎脫肛等等這些問題 那在醫院來離開 其實是比較好的照料 所以我們現在其實 業者也不只是我們這樣子做 我想 現在很多的殯償業者 也都是用這樣的一個模式 讓家屬安心 這樣來 了解 對 我們看到很多醫院 因為我本身是賣藥 賣了十多塊二十年 我們在醫院看到很多 都有不同的殯償業者 會在醫院裡面 甚至有設辦公室 那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 那還能找外面的禮儀公司 如果有熟的還能自己找嗎 還是就非得在哪個醫院 就是用他簽約的賬儀社 應該是這樣講 現在的醫院 在比較規模 像你說台北的三種 榮種 醫學中心 有區醫院 然後中立這邊來講 桃園中立這裡 像米森醫院 巴林斯醫院等這些 也都有這樣的一個業者進駐 其實他們所做的 並不是殯葬的承攬 他們做的是這個醫院 他在病患過世的時候 他要從病房到太平間的這一段路程 是由他們負責接運 為什麼 因為有些業者可能不熟悉 這個醫院裡面的動線 你看 你不可能大體推著 然後旁邊還有其他生人病患 對 那就是醫院也考量到 讓這個病患有尊嚴 到王者也是有尊嚴 所以現在就是用這樣的一個模式 他招標出去 那當然 這個得標的禮儀公司 那他有第一個 就是直接接觸到 往生者家屬的這個部分 所以他會在這個接運 完成他的接運工作之後 可能就會在一個房間裡面 會告訴你 或者在辦公室裡面 告訴你說 他們也有提供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的 一個殯葬的服務 那這時候他當然就是 他除了做服務之外 他當然還要促銷他的一個工作 還有一個先戰的優勢 那我個人在這個核心醫院的太平間 也待過一年半 將近兩年的時間 在那裡負責這個禮儀部門 那我自己也很清楚 這些禮儀公司其實有他們的壓力 尤其他們的禮儀人員 為什麼 因為公司花錢 標了這個太平間 當然一定是希望能夠承攬到這個生意 再做 再加上我們台灣人對殯葬的忌諱 所以很多人在沒有準備的狀況之下 就相信了這個禮儀公司 然後就讓他去承接 心情正慌亂 是的 也不知道要找誰問 所以一般我們現在都會建議說 可以的話 你可以事先對這個行業有一點了解 甚至選擇你信任的人 可以去事先做一些接洽 大概了解整個的智商過程 整個智商要怎麼來做安排 能夠有一點點這個 概念 對 有一個概念 才不會到事情真的發生完全慌亂無阻 那時候就容易被帶著走 那我們很實際的說 就是因為太平間有付 這個禮儀公司有付費用給醫院 所以在怎麼樣的狀況之下 其實就像是相同標準的物品 在智商的物品等等這一些 其實我們業者整個的智商費用 會比醫院的業者 能夠便宜到3萬到5萬以上 因為我沒有這麼高的管校費用 我也沒有這麼高的必須支付給醫院的費用 是的 了解 那接下來之後就從太平間 我們繞到家裡面 然後到了殯儀館之後 是的 那接下來 那我們會看時間的安排 有時候如果半夜 可能你不方便請師傅出來做隱婚 那現在大家也要求環境安靜等等這一些 所以慢慢的大概都會等事情確認之後 到殯儀館之後 我們會確認第二天隱魂安靜的時間 所以剛剛有沒有想到第一 臨終的時候你要決定好的事情 就是靈堂要設在哪裡等等這一些 我們才能夠按照時間表定來安排這些事宜 這樣子 那靈堂設立了之後 通常我們就會做後續的一個擇日 那就會請家人提供這個出生年月日 家人的生日出生年生肖來擇日 還會對一下 對 然後 是的我們台灣還是會禁忌就是 希望是能夠好日子來出告別式禁堂等等這一些 對 那在這個時候你也要確定一件事情 要選擇的方式 火化土葬或者是 這個要用樹葬或者是海葬 現在都可以選擇了 是的 對現在就是你要做好確認 我們才能夠在後續擇日的時候去做 所有的安排 那土葬是要先買一塊地 土葬部分過去我們的觀念裡面都是 自己家裡要有一塊地 或者是現在要去買墓園 那基本上我們現在在台北市或者新北市 其實我們桃園市也是一樣 有示範公墓 它就是七年輪葬制 這個土地它會租給你 可以借給你使用 七年之後撿股 撿股 對 所以如果老人家 他堅持一定要土葬 那可能也有這樣的一個方式 在費用上面是能夠比較省下來的 就是我們所謂的入土為安這個觀念 對 那因為我自己 我父親 在我入行的時候就告訴我說 他不要火化 所以在他12年前離開的時候 我也是按照他的這個想法 就是用土葬的部分 那剛好我們這個近郊龍壇公墓 買一個示範公墓 那你就做蠻好的一個規劃 也是可以提供給大家來做了解 所以這個土葬現在是要先申請 然後在示範公墓裡面 然後大概就是七年輪葬 對七年輪葬 要撿股起來 是 還是要放到那個塔裡面 那個塔裡面去 因為我們南桃園蠻多這個客家族群 有這個祖塔 所以可能就是 對 撿股起來之後 回到自己祖塔裡面去 了解 那火葬呢 火葬當然也是 這個就比較簡單了 因為在折日上面 就可能沒有這麼的複雜了 那在 界定好的一個日子 能夠到火化場去火化 那火化完之後 就到自己的塔去 去進塔 那當然 這時候就有靈骨塔的一個選擇 我們常常會遇到一個問題 靈骨塔的選擇 有時候會去想 靜一點比較好 其實 因為要少墓 對 比較方便 比較方便 要去祭拜老人家方便 但是我們去想一件事情 你要選好的地方 讓老人家住在那裡 還是我們方便去的地方 最重要是什麼 不管 就算在你家隔壁吧 你會每天去嗎 不會吧 不會吧 對不對 我們還是一樣 生死有別 所以我一般我都會 這樣子跟家屬來溝通 就是選擇一個 讓老人家安居的地方 比你去 比自己方便 方便 地方要來得好 來得好 對 因為我們現在來講 不會沿著講 現在應該就是 親民掃墓會去嗎 可能 過年吧 對 大年初一 有些外層習俗 大家可能除夕或者是初一 都會到塔那裡去 是嗎 那也有人是在生日的時候會去 對 就算三次 你覺得距離很合 好像還好 距離就沒那麼重要 是啊 就像我常常會跟一些 老輩輩溝通 如果我們能夠選擇 那個 吳子山國慶公墓 過去再 從服務十年 從大陸過來等等 這些 榮民 榮民 他有這樣的一個福利 對 而且吳子山說實在話 從中壢去 雖然是遠了一點 但是他那裡的風光明媚 真的我常常在上 帶客戶上去的時候 我從上面看下去 看到101 看到外面 我覺得真的是 豁然開朗 整個的心胸 整個情緒上面 其實我覺得都蠻好的 至少自己 感覺舒服 老人家住在那裡 我相信也會是舒服 而且對家人來講 也是沒有負擔 因為到國軍 吳子山公墓 是不用費用的 對 講到費用 我想這個流程差不多了 林航的設置 當然不同的規格 會有不同的費用 是的 但是他整體來說 到底要辦一場商事 到底會花到多少錢 有沒有這方面的統計數字 或者你們的經驗 過去幾年 內政部一直有 對殯葬這個部分 來做一個智商費用的統計 大概的費用都在25萬左右 包含就是從一開始的 接運大體到告別式的流程裡面的 示意理生等等這些物品 大概他平均 當然有一些花300萬400萬 或者說花5萬10萬 那個我們除外 以平均來講 他的整個智商的費用 大概在20萬左右 再加上殯儀館的規費 然後再加上一些可能用餐等等這些的雜資 大概平均在25萬左右 是一個智商的部分 其實對一般人來說 這不是一個很大的負擔 因為以前動著四五十萬的一個智商支出 在現在來說 其實已經慢慢的算是少數了 有時候我們如果開玩笑講 那真的是好咖 那業者都很希望遇到這個 比較花比較多錢等等這一些 對能夠利潤可以高一點 但是我們很實在地講 要完成一件這個合理的一個 這個一個圓滿的殯償事宜 其實就是一個合理的一個利潤在 理衣公司一定都是 又不是善心事業 所以會在追求合理的利潤之下 能夠提供最圓滿最安心 讓家屬最安心的這樣的一個智商服務 是這樣子的 如果是20萬到25萬 一般來說 如果老人家有一些國民年金保險 或者是有自己的保險 再來如果是家屬親屬小孩子 他有勞保的話 其實都還有三四個月的那個 對有三個月的 其實我們這樣講 現在有一些是公教人員 孩子裡面有一位是公教人員 一位是這個勞工 那基本上是勞保跟公保 都可以 都可以勤領 都是三個月三個月 都是三個月 公保有公保的體系 三個勞保的話 就是只能選擇一個 對當然 就是選投保薪資高的 但是投保薪資高的 他可以 是的 甚至現在 有一些農民朋友 他有農 農保 農保 農保下的上賬給付非常高 對 過去是18萬多而已 現在是跳級 現在多少 現在補助將近到35萬 那他也是時暴時消吧 沒有 就是一筆補助 是的 他在他的農保的規範裡面 他的死亡給付 在上賬這一塊就 所以如果是有農保的好朋友 遇到了這個事情 其實他就有更大的彈性空間 是的 來幫老人家辦一場 自己想要的那個 屏障儀式 所以為什麼現在有很 其實我們很實在講 我自己做里長的時候 就會覺得 有一些生活在里上的里民 他的戶籍就是在苗栗 在新竹 在雲林 他的戶籍就不願意 牽上來這裡 為什麼 因為他有農保 他有農地 所以他還保有農民身份 是的 他還有農民身份 所以這樣的一個狀況之下 我們還有一點要注意的 就是我們殯葬歸費 是以往生者的戶籍為準 對 所以在台北市的市民 如果在中立火化 他的費用就會高 但是外縣市 他如果有直系親屬 涉及在桃園滿一年 他可以提出來簽席證明 然後讓直系親屬 等同是桃園市民的費用來收費 這是很重要的 告訴大家這樣的一個資訊 也不用說老人家到最後的時候 一定要簽戶籍等等這些 不用 直系親屬在桃園市 涉及滿一年 就一樣直系親屬可以等同 桃園市民的條件來收歸費 今天真的很謝謝老哥來這邊 看看兒談 大家可以感覺得出來 第一個非常誠懇 他對這整個事務跟流程 非常的熟悉 家人在慌亂的時候 親屬在慌亂的時候 如果旁邊有一個 對所有流程很熟悉 又能夠給予非常誠懇 建議的人在旁邊 我想整個事情就會辦得 相對圓滿 然後如果我們自己能夠 在平常多設立一些這些東西 心裡有個底 那我相信大家在做判斷的時候 或者是心裡有無限哀痛的時候 你也能夠做出相對理智的決定 這個東西我覺得特別重要的是 他可以把家人再一次的團結在一起 對 再一個老人家如果真的有在天之靈 他看到一片和諧非常的順暢 他也才能夠安心的離開嗎 所以我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說傷障最大的意義 是老人家為子女做的最後一件事 讓我們因為他的事情 能夠很團結的很圓滿的 把這個事情安頓好 對 如果你就吵吵鬧鬧 他的領位在那裡 照片在那裡看著子女 我想應該你也不會覺得欣慰吧 對 所以真的還是要呼籲大家 在這個時間允許範圍之內 多跟老人家溝通 然後在這個家庭生活裡面 跟所有的兄弟姐妹大家 能夠多一點跟老人家做相處 對 其實這個每個人都會碰到的 是 也沒什麼好避諱的 現在這個社會上 你能夠事先了解 越不會在事情發生的時候 感覺到被騙或者是無助 對 因為常常有很多客戶告訴我們說 事情發生的時候沒有想到你 然後就被帶著走 然後後來發現跟自己要的不一樣 那我覺得就是看你選擇的業者 他是用什麼樣的心態來引導你 這樣的一個智商的一個事宜 我想現在有很多的業者 其實越來越走向以客戶導向 不是我們自己這樣子來走 比如說人的自己老王賣瓜 而是我們現在其實有很多的業界 有很多的同業都是這樣的 為民眾來安排 對 像我自己是在民國90年進入熔岩 我們當時受訓800多個人選擇 然後淘汰下來30幾位 然後到受訓結訓之後 有24位的同事 其實這分散在台灣全省 那我們目前大概都離開了公司 然後在外面設立自己的服務公司 那這樣子下來我們不會言的講 就是有任何您的親屬 就算是在苗栗 就算是在宜蘭 算是在高雄 我們在第一時間都能夠 請當地的同事 給予協助 來給予協助 對 是這樣 了解 那今天我們也不耽誤任德太多的時間 就是接下來大家如果對這一方面 有什麼疑問的話 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們有機會 然後任德如果有空 可以再來我們的頻道 跟大家解惑和聊聊天 不過最後我想還是要把時間交給大哥 介紹一下自己的公司吧 萬一大家真的沒有熟悉的 也不知道該如何辦 他還可以至少找到你跟你聯絡 然後得到一些協助和諮詢 其實剛剛在前面講的一個流程的部分 那應該是這樣說 就是不管任何一家禮儀公司來承辦 你都要在臨終初中的時候 做的這一些的項目 跟整個的流程架構都是相同的 所以記得這個在之前 你可能做好一些的心理準備 那當然我自己在公司目前 我一直在民國95年就設立在 台北民權東路二段 在第一殯儀館對面那裡 新天宮那裡 那一直到現在在中立也有設據點 在培音路300號在御殿園裡面 也有我們自己的辦公室 所以在台北跟中立 我們自己公司也都在這兩地方有據點 我們公司是海德威禮儀有限公司 那我的電話是0932-202-451 那隨時您有任何的疑問要諮詢 也都可以直接撥我們的電話進來 或者是加我們公司的這個ID 那我再把那個Line的ID提供給大哥這裡 可以秀上去 直接打你的電話 對 基本上我的習慣都還是 直接24小時Standby 所以我在做里長跟在做帳儀的時候 其實電話就在耳邊 所以難怪我打電話給你常常都打不通 這樣我知道原因 有時候就是時間點 那在您最緊急的時候 或者是最無助的時候 或者是想要事先了解的時候 您可以撥一個電話進來 我會親自來為您做服務 了解 特別謝謝 其實看起來我們兩個談笑風聲 其實我們希望傳遞給大家的都是 以輕鬆的態度來看待嚴肅的問題 把一件一般人覺得有點忌諱的事情 攤在陽光檯面下來做討論 我覺得這樣子能夠讓親屬 或者讓往生者都能有一個最舒服的環境 或最舒服的狀態 權力是讓知道的人才能享有 那你不要受到二次傷害 就我們能夠事先做了解 那如果真的有禁忌沒有事先做了解 那在事情真的發生危機的時候 你也可以一通電話進來 我們都可以隨時協助你 了解 最後我們這個話題結束了 也要跟大家報告 這個邱仁德 仁德兄 他以前也是我們中立這裡 一把手的里長 大家所有的那個李明都對他讚譽有加 大家看他這個樣子 應該就知道他做過了八年的里長 八年的里長 八年信一里的里長 看起來比我年輕很多 但實際上比我年紀大 看起來比我年輕十來歲 我覺得人做善事 老天還是對他會有一些不一樣的眷顧 其實齁 這個我剛才在門口跟大哥遇到的時候 他就說我現在氣色越來越好 對啊 當初當里長選舉的時候差多 沒有沒有最重要一個原因 是因為這一年來 我就一直看我們的張新直播 你看做菜 然後看看這個什麼菜好吃 然後自己也要到其他地方去吃個美味 然後又可以跟到河南去旅遊一下 雖然我沒去 可是也都是跟著這個直播上面來看所有的 跟著鏡頭四處走 所以這個要保持讓自己好的體態 好的狀態 其實就是讓自己不斷的接觸新的一個資訊 對 好那我們就一起跟大家說聲再見 希望下次有機會再邀請任德兄到我們頻道來了 OK好謝謝 掰掰 掰掰 謝謝啦 OK